李慧琼議員,三分鐘 主席,我們是反對這個宗旨的要求的 亦都反對休會的要求 因為這個休會的要求其實是再一次顯示 是反對派運用議事程序去拖延時間 其實剛才很多議員都說要看很多文件 要提很多的提問 那其實你就利用你的時間去提問 政府亦都沒有說不提供補充資料 我們其實作為議員大家都很明白 議會有議會的時間 其實要想進一步了解文件 我相信你們都可以約局方去了解時間 去了解內容 不過你們一定不會這樣做 因為你每次在會上就說停一停,等一等 因為局方未提供足夠資料 但其實議員,我想和市民講議員 如果是想進一步了解資料 其實是可以利用其他時間 去向政府查詢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很明白 現在再一次提出休會 其實也是再一次拖延議會時間 沒有提供文件,以致未成熟 這些說法也是不公道的 其實大家都明白 正如局長的發言稿都已經說了 因為高鐵的項目650億元的委託費用 將會在今年7月就用完了 如果爭取不到撥款 香港人就要承受 究竟高鐵是會不會爛尾 爛尾之後呢 究竟香港那個整體那個損失 無論是見得到的合約的損失 以至到其他經濟將來的損失是多少呢 那這些其實反對的議員 或者不斷拖延的議員都沒有去提述的 那也都要再重申 政府也都是要去理解的 市民其實我們支持高鐵撥款 希望高鐵盡快的員工 不是等於認同政府在控制成本上的工作 事實上政府在控制成本上的工作 在超支上的工作是做得有不足夠的地方 不過我們都要公道去看 事實上在過去一段時間 基建工程超支基本上是常態 就算得到本議會同意的項目 包括沙中線、南港島線 其實其他鐵路都同樣出現超支 所以這個我們都要實事求是去看這件事 那政府也都應該有一天後 繼續去跟港鐵去追討 是港鐵作為項目管理人應該負責任 而港鐵也都應該跟不同的承建商 繼續去追討他們在超支整個過程應該負責任 那這個過程是未完成的 那我希望市民都明白 其實每一次的終止 休會 其實都是進一步的拖延時間 那也都希望政府可以滿足市民 或者議員的要求 之後如果可以提供其他資料 讓我們今次的討論可以更加詳順 稍後